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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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只是你我 而是当前全世界都需要的吧 山寺证明应该为宝珠山历史寺 整座寺院建筑在山中 因此通称为山寺 这里除了是日本修行者地方的圣地外 一年四季不同的习近 就算你不懂禅学 此生也一定不能凑过这里 这次采访刚好遇上大雪 不过应该是暴雪 瞬间的降雪量将山寺冬季的灵 衬托到一个完美机制 至于为什么说要给山寺两个小时呢 因为从正殿的根本中堂进入之后 必须要走1015阶才能攻顶 正常的角力与速度 大概上山一小时下山一小时 不过别听到一千多街就下课了 因为山寺的阶梯据说每走一街 就能去除一个烦恼 如果能成功攻顶 不仅烦恼到空 最重要的是 一幅此生必看的雪景 也正等着你 其实说大概走一百多街 其实呢 在冬天走一百多街 也是蛮挑战的 前面呢 就是在等待我的同伴 现在可以到一半而已哦 一半啊 不是 不是这个吗 还来好 OK好 到登山口 对 还有360个 穿过仁王门 路途大概还剩三分之一 如果真想喘口气 建议可以先到一旁的五大堂 休息片刻 因为这里 就是许多背包客形容 此生必去的观景台 而眼前 这幅雪中泼墨画 就是大家来山寺 最享受的时刻 这边是 这边是观景台 这边其实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还就是眺望一下 这根山寺它的街景 还有风景 因为你可以从这边看到它的峭壁 因为它这边最美丽的 就是它的岩石峭壁 跟一些寺庙、院士 它们结合在一起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美景 走过来 哇 什么都看不到啊 没有啦 因为雪 忙忙 白雪一遍 其实我们前几天真的都没有下雪 今天还早上来开始下 就下成这个样子 对 超美超美超美 虽然这个很多个月 但是在冬天的时候不是每个都开放的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在东北地区呢 又是一个好雪地带 如果是以正常的下雪的冬季来说的话 它到三月底没有开放参拜 但是它是可以自由你走进来参观 这些自然美景是OK的 我们刚刚从最下面这样走上来的话 大概走了 差不多三分之二了 三分之二 六七百街其实听起来不多 在冬天下雪的时候走起来 其实还有蛮多事情要注意的 对不对 雪嘛 它其实雪之后融化就变成水 所以其实会容易入滑 有些会有些接绳 就可以拉着绳子走 因为它有时候结冰会比较滑 对 它就实际上会防水的鞋 还有防水的外套 会是蛮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不然现在冬季也很容易 不小心就感冒 室温 我们还在日本不能感冒 对对 哎呦 如果不想感冒 就一定要走到终点的奥志院 除了是完成一场自我的修行 也一定要顺道来参拜一下 中信院里面的金面佛祖 冰头颅 他所庇佑的 那就是目前全世界信众的 心灵寄托啊 这个呢就是你可以摸这个佛像 还有就是祈求你的病痛消失 而且会给你长寿 在这边啊 也衷心希望志向旅行的观众 都能免于这波疫情的影响 一切平安健康 其实山寺爬起来啊 阶梯的距离 时间数 甚至来回时间 都跟我们向山感觉差不多 唯独啊就是冬天来这 虽然粉雪的魅力无穷 但大家还是要注意 湿滑与保暖哦 讲到保暖 东北乔麦闻名 而山寺小镇 刚好有乔麦面一条街 但冬天几乎不营业 好在啊 我们无败无保比啊 乔麦面一条街 唯一开的这一间啊 真是暖到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还有一个 是一个热乎乎的地方啊 在这里 这家店呢 是我们秘密 强烈的推荐 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 有吃些什么 我们现在在吃山寺上著名的 美娃卡尔利丑吧 新晋坊的板乔麦面 备有相当特别的 萝卜泥佐红喜菇 以及山药泥佐安纯淡 两种特殊蘸酱 Q弹的手工荞麦面 无论蘸上哪一种酱汁 花柳独特口感 风味相当清爽 就算是冷面啊 都一定要冲着这独特酱料 来上一大盘 而热乎乎的乌龙面 除了是冬天超人气料理 里面还有一项来着 非吃不可的神秘食材哦 山垣牛 っていう肉 山垣県的肉 温柔的肉 反正是特色的三型牛 冬天的山垣 身体非常冷 温柔的肉 很美味 美味 好吃哦 从热乎乎的汤面 到零下世界 在山寺 我们去病求健康 但这一辆祈福列车 还没靠站 下一站 百年祭典 十项旅行 要为大家一起点灯祈福 想要健身就能健身 随时随地上课 24小时互动直播 立刻下载果瓶 随时随地 Dream come true